阁主 有人闯入天机阁了 什么人 竟敢闯入天机阁 护山阵法呢 没阻拦吗 那人是大阎皇朝的亲王隋丰 估计他有女帝玉佩 故而能无视护山大阵 隋丰 这个靠脸吃饭的小白脸 跑咱们天机阁来做什么 这么远 他怎么过来的 有人随从吗 没有 就他一人 正途步登山 我们要不要去接他上来 不用 那傻愣子愿意爬山 让他爬 等他上了山底 再打发他爬下去就是了 正好今天没事做 徒义乐呵 亲王 爬山很累吧 哎 很可惜 你们没有通过我的第一次考验 现在 你们还有两次机会 可以让我原谅 希望接下来 你们可以好好表现 争取为数不多的改造机会 亲王 你爬上山来 不会是为了跟咱们说这些胡话吧 当然 我亲自过来 就是为了来原谅你 虽然你们做了错事 但我还是决定 给你们三次改正的机会 先前我爬山很辛苦 你们天机阁 如果是心存善念的势力 就会主动派人过来 接我上山才对 但你们没有 说明你们的道德观念不到位 思想教育不达标 这很危险啊 所以你们失去了一次机会 呵呵 你口口声声说要原谅我们 那你说说 咱们天机阁做了什么措施吗 你们天机阁跟东炎帝国 还有圣魔宗 对我岳父大人子弟尊的人生 进行了各方面的干预 并且欺骗了他的感情 这是欺诈 不仅如此 你们还害死了我两位大舅哥 蒙骗了当今陛下也就是我老婆 你们犯下这么大的过错 现在竟然还在这个地方嘻嘻哈哈 看样子 我得再扣掉一次原谅你们的机会 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们天机阁已经犯了大错 如果不及时醒悟 即将万劫不复 所以你们 一定要及时悔过 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 真的 请不要逼我打死你们 哈哈哈哈 你再说说 呵呵 打死我了 那你说说 我们该怎么悔过 我来的路上粗略的想了想 关于天机阁分阁的认错方式呢 有这么几点 其一 你周天记需要写简讨书 在大阳皇朝 会者宣读三天 并且 你需通知天机阁总部 让他们放弃计划实施 其二 把谋害我两位大舅哥的凶手 必须要交出来 其三 南皇宇的特殊环境 不能久留 天机阁总部那边 需要割让一部分疆土 来赔偿给大阳皇朝 其四 关于岳父大人的精神损失费 我妻子子若燕的精神损失费 两位大舅哥的死亡赔偿费 还有我过来的劳务费 辛苦呗 总计需要赔偿 嗯 大概是173亿中品零食 我给你们抹个零头 就赔偿180亿中品零食吧 除此之外 还需要告诉我 天机阁总部 和东年帝国所在的位置 如何过去 只要你们完成以上的条件 你们就可以得到我的原谅了 空跟你在这耍疯 既然你知晓我们的计划 现在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乖乖跟我进去 还是被我抓进去 哎 我已经大发善心 愿意给你们天机阁一个机会 只要乖乖认错 就可以原谅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要抓我 是不过三 最后一次机会 可是你自己不要的 那就怪不得我了 亲王都是误会 误会 您提出的条件 我全都答应了 一个不少 保证漂漂亮亮的完成 这就对了 我就知道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你们还是愿意认错的 你看 刚才你又比我动了一次手 这劳务费的再加二十亿 现在呢 一共是两百亿中品零食 那么拿来吧 亲王 您这是 给我赔偿啊 两百亿中品零食 亲王大人 两百亿中品零食很多的 我身上带不了 需要去统筹再送来 好 那我给你三个时辰 你把我提出的条件全部搞定后 再跟我去皇城认错 三 三个时辰 亲王 时间太紧了 根本没法做到啊 我就算是借助传送阵法 赶入回总部 也要好几日 三个时辰 真的来不及 诶 这不是借口啊 有困难 你为什么不去克服困难呢 可这个困难 不是我想克服就能克服啊 我看你真是名弯不宁 这最后一次的机会 都不想要珍惜了吗 亲王 我知道你很强 但你正仗着实力强大 为所欲为 太不讲道理 用一个根本是无法完成的肉 对我太不公平了 你说我不公平 不讲道理 当你们控制我岳父的人生时 你们公平吗 为了一己私欲 多少人被你们抓赶母去记忆 生活在一个你们创造的世界 这公平吗 等到你们掠夺国运的时候 他们将要迎接的 就是死亡 你们对他们公平吗 亏我还圣母心发作 不是 我圣爹心发作 给了你最后一个机会 非但不珍惜 反而在这狡辩 我本来都想放你一条生路 可你又要逼我 没办法 今日我只能破剑 替天行道 替 替天行道 你就是那个阎 你隐藏身份 肯定是别有用心吧 哦 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就更留你不得了 亲王 等等 我有一个大秘密 关乎于紫若燕